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继检查组 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消息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继检查组 浙江省台州市监察委员会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副总经理刘涕严重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刘涕身为领导干部 以资本市场专家学者自居 忽视政治要求和纪律规定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多次接受监管服务对象高档验击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离品离金 篡改 伪造个人大案资料 以假离婚 欺骗组织 万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滥用职权 利用职务便利 清婚公共财亦 以影子不动入国家里上市公司 在企业发行上市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地 并非法收受财务数额巨大 留替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组织要求 连结要求 工作要求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 且在港的十九大甚至二十大后 仍不收敌 不收手 在证券发行审核领域反可爱高压态制下 其务无敬畏不支持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 纪检监察组研究决定 给予留替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法所得 经浙江省开州市监察委员会研究决定 将留替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得财务一并之作